在天然气供给受限价格大涨的情况下 为了能黯然过冬 如今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向中国制造寻求解决方案 在此背景下 中国的电热毯、电暖器等取暖设备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 记者来到浙江印乌国际商贸城一探究竟 在小家电专区不少商家告诉记者 今年外贸情况整体比去年好多了 尤其是欧洲地区一军突起 大量热手袋、电热毯、电暖器等各种取暖设备 都受到了欧洲客户的欢迎 我们这段时间万贸是比较忙的 我们整年是有万贸生意 当时7月份开始我们也特别忙起来 到现在也是好像都是很忙的时候 这个是又查听又来的方便 里面那个线路板针孔里四个头的 四个头防爆了 一帮子都是三个头嘛 三个针 我们用四个针了 所以说走得很好 出口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好像显贵 后面是这些工人跟他们说了以后 都是很满意的 整体情况肯定是好 跟去年相比呢 跟去年相比的量子肯定是放一放的 放上去的 国家我今年读了好几个国家出来 就是取奶方面还有热水袋呀 还有什么像这种橡胶的 然后就是那个取奶器 他们以前可能整柜还没接到过 现在可能整柜都在接这样子 像以前欧洲可能是没有的 就是很少主要是中东 现在是欧洲那边 就是可能也会来问 下单的机率就比较大 我们以前出中东 印度 你不知道那边会比较多一点 今年量也比以前多 从七八月到现在 运用了多少柜啊 有这个大概的数据 这个具体的话我们没有怎么去统计 可能每个月增加一两条柜 是差不多有的 据海关数据显示 今年一至八月 英乌市出口保暖用品 包括空调 热泵 热水器 电热毯等共计1.9亿元 同比增长41.6% 一至八月 浙江省出口定日坛 646.8万条 同比增长32.1% 其中对欧盟出口64.8万条 增长114.6% 随着气温下降 商家们也预估 今年的订单将比网面 延长一至两个月 而大量的订单 导致他们在加班加点备货 估计今年会一直忙下去 可能还是相对啊 这个这些 要么就是像这些啊 就是在以色列啊 那些 欧洲的国家 反而是比较多 今年 他们的话 那边的话 需求的话 就是比较高端一点 然后采购的量 来说的话 都是订单比较大 陆续的 还是有在发 像我们工厂里的话 其实实际的话 他们都是在加班 流水线上的话 也都是那个在赶货 在往年的时候 其实出到11月份 11月份的话 都差不多也都那个了 今年的话 可能我是觉得 连带一直要走下去 因为在2月3月 其实反向的啊 都是要连着连着走 我估计今年的话 可能一直会忙下去 采访中 许多商家表示 他们的供货工厂 在宁波瓷熙 记者前往瓷熙了解 生产情况 瓷熙市是中国 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 出口量占到全国三成 往年出口的取暖器 生产旺季 在9月中旬左右就结束了 今年受国际警示 能源危机等因素影响 欧洲对各种取暖器 需求量持续增加 不少进口商 纷纷临时追加订单 带来了一轮补单潮 一到八月份 自习取暖器出口33.5亿元 同比增长26.3% 其中出口欧盟15.3亿元 同比增长55.2% 较往年同期相比 出口欧盟的取暖器销售季节 预计将延长一个月左右